在华民国 在华民国 协秀私 自得人员 中继十足唱的最擅长的中华民国颂 103岁的人瑞陈克香好开心 因为他今年的生日很不一样 重阳节将近 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地在7号中午 来到巴德荣家和百岁的人瑞陈克香一起过生日 不仅代表中央与地方政府 自尊他一系列重阳今世贺礼 还现唱生日快乐歌 并陪他一起吃他最爱的主角面线 同时演向荣家的其他著名军券表达敬意 祝福大家重阳快乐身体健康 我们平常都说 素长辈老人家活到120 不过我看现在103了 120不够用 我真的非常高兴看到 我们陈克香爷爷身体这么硬了 健康 气色这么好 而且很让人羡慕是 他的另外一半 我们周志秀周女士 也在旁边也是这么的气色好健康 两位长辈都住在我们巴德荣家 室我们的这个夫妻房 在这边 我相信巴德荣家有给我们陈克香爷爷奶奶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 审生伯伯 最好的照顾 我们的陈克香爷爷 龙马生涯大半辈子 那么退伍以后 还做了很多气色的工作 对我们国家社会 真的是贡献 可言喻 那么也在这边 祝我们陈克香爷爷奶奶 身体硬朗 我们所有巴德荣家的 我国审生们 也是身体健康 谢谢 任睿成克香也开心许笑生日愿望 除了希望大家平安外 也不改军人本色 在双十国庆前夕祝福国运昌隆 巴德荣家主任也透露有关他的小趣闻 比如他与另一半周志秀 间谍情深 堪称巴德荣家的模范夫妻 以及喜欢大声唱歌和下厨 做好料 犒赏自己的可爱习惯 让他尽管年过百岁 仍旧精神异议 这个生日高不高兴 高兴 高兴 太高兴了 你没有比赛 对 祝大家身体健康 对 人啊 好 国家幸福 小生 中华民国万岁 万万岁 生日愿望 这个军人本色 他的生日愿望就是 活跃苍隆 中华民国万岁 万万岁 这个军人在国庆 即将到来前夕听了 更有感觉 陈克香北北 他今年已经103岁了 而且是10岁 他身体到现在为止 还非常硬朗 其实这要归功于他的太太 那他太太对他的照顾 真的非常无微不至 所以一直北北到103岁 现在还可以高声的唱歌 而且他最喜欢唱的就是 中华民国颂 而且他自己还时常到我们的自炊厨房 去煮小菜 因为他和他太太就是妈妈 都是湖南人 都喜欢吃辣 所以时常会去煮小菜 尤其他最厉害的就是 他到现在还会自己滤猪脚来吃 他非常喜欢吃猪脚 所以真的是很不简单 与人类陈克香相识多年的在地大姓里长也分享 过往在关怀据点与他互动的故事 称赞他见谈又带人和善 也不会霸占麦克风 乐于和大家一起欢唱 里长祝福他与其他的荣家长辈都能有福气 他每天来我们关怀据点 跟我们和在一起 一起跟我们聊天玩乐 然后他喜欢唱歌 我们就开卡拉OK是给他唱歌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唱歌 也非常非常健谈 然后跟每一位住民也都很好 包括对我们的志工也很亲切 那时候对我特别喜欢唱最后的那个 对而且他几乎都那一首 然后唱完就在那边静静的看人家 然后听人家唱歌 当然我希望他健健康康 尤其不是只有陈克香 北北这个老朋友 我还有非常多的老朋友 都希望他们是健健康康的 本周五十月十一号就是重阳节 社会局表示 目前桃源市百岁人瑞共有396人 其中刚满百岁的有146人 最高龄的长者已有112岁 而且全市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截至九月底更高达36万多人 并持续成长中 除了自赠礼品恭贺长辈高寿之外 未来旭府也会继续推动老人福利发展政策 营造高龄友善社会 既有一个听传媒报道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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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